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总结的本身就是可以看到 可以这么讲说川普有资格 就川普非常有条件为自己感到骄傲 应该这么讲 因为他总结了五点 国会山板特别的 他凡事都是按照五点不出五点去总结 但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就可以看到 从中看到一些不同的媒体 对同一件事情的不同的解读 但有些解读它是重复性重叠的 这种重复性重叠 会告诉人们一个特征 就是很大一个特征 就是这件事情的一个完整的发展方向 无论是谁 就是他的 这么讲吧 事情真相的本身 事情所披露出来的 他的真实的一面 有的时候会超过党派利益 那如果甚至说里面有着一种背后 被人们被现代人 被崇拜科学的人 解释不出来的一种缘由 因为很多缘由其实是不能解释 很多生活的状况也是不能解释 是等同的 跟大家分享这个五个要点 主要是讲昨天 川普的川普值得骄傲的五个要点 里面讲述背景了 然后提到说最高法院对川普来讲是个好日子 因为整个听证会是川普方式 所以他的定向就按照川普的方式 按照川普所期待的方式 走出这个听证会 那里面唯一的负面就是说 绝对豁免权的问题 所以绝对这两个字没有 法官们对这个绝对这俩字呢 大家不敢下定论 但是相反 法院的六名保守派法官中 对有关官方行为跟私人行为 很愿意给他分开 官方行为必须免于起诉 必须拥有豁免权 所以这里面就很有趣 就是在某种程度上 六名保守派大法官 他也不愿意去更超然的 更势然的角度 去讨论更高的一点内容 就像我们跟大家说 川普是老百姓选的 那选完之后 如果川普在他行为过程中 在道德操守上出现状况的话 是今天老百姓应该承受 因为这是民选的一切 高于所谓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 其他的官方跟私方的说法 对不对 那美国总统 24小时都在官方的 这种处境之中 他的住家叫白宫 美国总统府 他的住家就是办公室 所以你再给他分公分私的话 就代表着法官的一种怯怒 他胆想 但是呢 这里面就 他确实谈出了一个 关键的问题 就是按照川普的方式在进行 那即使这样的话 在时间上会出现拖延 这是川普所期待 所以第二点就可以看到 川普得意 第一法官的倾向方向 是按照川普的方式 第二 即使不能够完全 吻合川普期待 但是呢 人们可以看到 最终的结果 是川普希望的结果 那川普的律师提出了一些 令人惊叹的主张 这里面讲述 就是说川普 这个总统可以杀人 杀完人之后 这是其实是自由派法官 难为川普的律师 杀完人之后 要经过弹劾 不经过弹劾 就不能够对他进行治罪 就是绝对豁免权的一个理由 因为作为总统杀人 有他的理由 这可以这么讲 有他的理由 而那个时候 你不好分辨是因官 因私 对不对 因官因私 这个其实 你真正去分辨的话 我相信很难 在分辨的时候 你还要最终走回到法院 由法官去定 因官因私 因为凡事都有政府两面 这个就是 所以他认为川普 律师的 令人惊讶的主张 不是川普律师 提出这个杀人的问题 这是自由派大法官 难为川普的律师 而川普的律师 做出了答复 因为提出这个问题的人 这是一个很有问题的人 我以为 而并不是回答者 因为回答者没有选择 对不对 与川普冲突的集会 这里面就 这里面就提到 在纽约的事情 就不是最高法院的事情 那集会呢 是指昨天川普一大早 一大早 那个就是那个 那个蓝领工人 说你给 Newsmax的那个记者 问说你 你跟拜登说点什么 他就 他就骂那话 那段视频 非常火爆 就是可不是一般的火爆 在英国的每日电讯呢 一般留言呢 能有七八百条 就不错了 能上到 就很不错了 通常都是三百来条 就 就已经是比较大的新闻了 要涨到一千多条的留言 那就是一个很热闹的东西 结果 昨天那个 那个骂人 就是去你骂 那个那个条 现在已经四千多留言 四千多 在我使用英国的每日电讯的时候呢 我几乎很少见到这么多人留言 如果一个媒体 有这么多留言的话 也就十七八个小时吧 那他在社交媒体上的 这种火爆程度远远超过了 所以这里面就讲述了 川普的集会 同样对川普有利的 对一个破坏性的证人的 不寻常的温暖 这个不是 这就是那个 那个 叫David 就是那个 叫什么国家杂志的 在马哈顿法庭出现的 第一个证人 那个证人呢 在 现在今天可能快做完证了 那个证人 川普 称川普是自己的主人 然后川普呢 也明确答说 他是个非常好的人 所以这是很有趣 检察官找来的证人 证人跟被告之间 非常温暖的 非常的协调 搞不清楚 如果这么非常温暖 非常协调的话 你让陪审团就搞不清楚 说到底告他罪 是没告他罪 因为他很有趣 在整个过程 就一直到昨天听证完之后 在整个过程 这个布雷特 就是检察官 却无法指证川普 任何一条犯罪 没有 没有川普犯罪的 任何指控跟说法 跟证据 所以这就成了 很荒谬的法庭过程 那今天我不知道了 今天 我看 从媒体的角度来讲 我没看出大家有多大兴趣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